为鼓励民众发挥爱心 服务社会为理念 国际狮子会300D2地区举办捐血活动 将捐血定为年度重要工作 以年度突破2000代为计划目标 以协助医疗机构与肩血中心血库的安全存量 我们国际狮子会300D2区 盘盖 高雄 屏东 澎湖 三县市 一共有61个登会 两千位私友 捐血活动是我们每一年的年度工作重点 每个年度至少会办11次以上的捐血活动 捐血活动是一种利人利己的善行依据 除了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之外 也可以帮助伤病患者挽救生命 我们在高屏高屏县市 都有每个月都举办捐血活动 我们突破2000代以上的目标 以达到捐血助理的最高的服务中指 最主要也是来牺牲我们自己的时间 要让比较多的外观让中心来节省他们的人力务力 就是需要社会大众社会的资源来协伴来合力 跟捐血中的合伴来促成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捐血活动 国际狮子会300D2区分会师友纷纷碗袖捐血 响应暑期闹血光缺血的善行义举 他们希望汇集更多的爱心 用温暖关怀 为社会挹注更多爱与善的能量 希望今天大家共同来响应这个捐血活动的原因是 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有一些比较意外的时刻 刚刚好就是非常的有血荒的这一部分 所以我想应大家可以一起共同来捐血 我想说借由这种捐血一代就得移民的使命 我觉得是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 这是我非常乐意的 我已经到现在已经捐了三十几次了 捐血有很多的好处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新陈代谢 然后会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更多 国内监血中心的血库纷纷传出血荒之际 300D2区狮子会期许能将这份力量扩大 除了缓解血荒的问题 将秉持这份热情持续推动捐血活动 用具体行动来回馈社会 屏东新闻刘建荣 杨正义采访报导